花莲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将木莱的二手玩具以及未开封的新玩具 经过老大人的整理清洁之后呢 在开学之际赠送给花莲市中校国小的孩子们 不但让旧爱找到新欢 也让孩子们感受到来自社区老大人的关怀 更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20多位平均年龄80岁的老人家带着五六项玩具来到中校国下 并且和小朋友们来一场跨年龄的欢乐交流活动 这是花莲老家协会的老大人把木得的二手玩具 还有未开封的新玩具整理清洁后送到国小 让孩子们挑选 那最后来警察问各位小朋友一下 家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 家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举手 家里都爷爷奶奶 好 没关系 那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这个爷爷奶奶每天你们回家 会主动抱一下爷爷奶奶的举手 有这么多真的吗 回去都有抱 那你们来抱爷爷奶奶 放下放下 那很棒很棒 真的是 我想没有抱的小朋友 今天回去看到爷爷奶奶就给他抱一下 抱紧一点 爱你哦 对对对 那我们的长辈 各位长辈 如果小朋友这样抱你们是不是很高兴 高兴 中校国小校长季忠诚感谢长辈们到学校 带给孩子们不同的生活体验 也拉近了老大人和小朋友之间的距离 协会就把木来的这些二手的玩具 还有甚至有一些哦 是没有开封新的玩具 在我们老大人的一个巧手整理之下 送给我们的小朋友 然后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让孩子跟我们老大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然后也让我们的小朋友充分的感受到 我们爷爷奶奶对小朋友的一个 他感动的 对真的哦 他真的好厉害 对大家都感动对不对 所以啊等一下 校长有一个小小小小的 跟小朋友小小的约定哦 一定要很有理吗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在场的 这些爷爷奶奶奶 甚至于长辈们 对我们中校国小幼儿园的小朋友 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好不好 好 所以不定啦 因为奶奶奶可能很快很快 又会来我们学校办活动哦 这样好不好 欢迎 老家协会老大人玩具工厂 送爱到偏乡小学活动 已经迈入第13年 每年都送出了上千个玩具给孩子们 让资源能够循环共享 也希望老人家在做公益同时 也可以拿到乐活老人做公益 公益老人更乐活的目标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